有見到我們過去幾個星期 就著冠狀病毒的疫情 都是越來越穩定 所以各個宗教團體都希望 政府是能夠在情況許可底下 容許一些宗教的活動是能夠恢復的 他們都表示理解相關的放寬的措施 在需要公共衛生和社會日常運作方面 作出適當的一些平衡 各個宗教團體表示也同意 是宗教活動的參與者 在人數上是一個上限的 一般來說就是那個地方的一半的情況 如果他的房間可以安裝到大概20個人 就盡量保存在10個以下 以及在一些活動期間是不准飲食的 當然當中也是領性體的儀式 就不在這個限制裏面 同時各個宗教團體 也會採取一些衛生防護中心公佈的 給一些宗教聚會的健康指引 各自制定一些適用於他們宗教禮儀的一些詳細指引 當中也會涵蓋一些較詳細的規定 包括配戴口罩 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等等 其實我在這裡也要感謝各個宗教的領袖的配合 因為他們的部分已經預備了一些指引的一些遺稿 相信遲些他們都會作出相關的一些公佈 也都很積極地和各個宗教的場所 準備這些安排各項一些預防的措施 為了恢復舉行宗教活動作好這個準備 而宗教教界也積極配合和支持一下 我們也希望預防的措施能夠得以這個切實的執行 令市民能夠逐步去恢復參與宗教的活動 完成了